我感到五幾個小時 一個星期一兩次 跟著行比賽的時候 我們就會早上10點多 一起約一起來 跟著一起升上網 中央的腳趾就留意一下 我們下一個就忘了 因為我們在比賽前一個小時 半個小時就很放鬆 很緊張 可以認得好一點就行了 那原題你是用什麼心態 有什麼形式去抽屁 你一個人出來 我覺得是跟你們兩個一起混 因為當天下機 可能會來混雜路 不會那麼緊張 這樣就放棄 但我覺得外勇對你們來說 分不分難 你又有背聲 可能又不可以算得上 但應該是比較新鮮 因為從來都不知道 站的時候 站姿可以站得很漂亮 因為每次都看著手 然後每次都會違う 到其他東西 從未來走很多東西 除了期間 還有東西走 然後剛才這樣的 突然不合襲 那是我們一上少年的龍角 有些人較容易 拖壁行 每次都贏 也都是你們的比賽當中 還有我們分量一下 這麼多人的龍角 還有中美的過程 你們有什麼な的 迫糞在的隊員 原來原來都是這樣 和不同的 一年後分 caste也會有 對嘲諾 我們先分享一下 我覺得比較有趣的就是不同國家之間的類似 可能有些國家就拍照之前要跟人說聲音量是可以的 或者一個人的手勢有不同意義 或者其他也有不同意義的樣子 如果我們不納現這一點的時候 那個旅行就很容易觸犯了多地的習俗 那就可能是有心的 但是都是我們這些人沒有的 我們在第二天接觸運動的時候都可以注意到這一方面 我最深刻的就是在第二方面 因為我看到本書才知道 原來以前平時出來吃飯的時候犯了很多的錯誤 然後看到本書才知道原來是要這樣做飯 才學會不出來 你普通的餐廳有樣子 平時都是隨便拍的 有哪算的 等於這樣平時吃飯 你要是高一隻腳的話 然後離開一下 所以有不同的方式就要表示 即是每客人的方式 對 因為西餐的餐廳 我見到每一個餐廳的餐廳 你的位置也不一樣 吃的時候的尺寸也不一樣 這些全部都很好 但是其實你自己學不到你們自己吃之後 你有沒有因為這個比賽 他們之後將出去吃飯的時候 都會特別留意 或者真的有用到書裡面所謂的 你仔細深添回去 你有沒有 之前是有廁廁出去吃飯的時候 已經是開始做這些東西 通常其實都不是很習慣的 就是現在要做這些東西 然後後來都慢慢開始做這些東西 我真的覺得已經是很平常的一件事 現在吃飯的時候 有個餐廳就不一樣的 有個餐廳就不一樣的 你本身也不想入到我們這兩下 我真的覺得 要去一陣子